最近利息下调,越来越多的小伙伴们想找到我们申请贷款 但这次大家可不是为了简单做个预批 而是有个明确的购方目标 这说明新西兰房市春天真的到来了 你好,我是一直深刻在新西兰贷款行业十五年的小语 从业这么多年,见过态度因为前期准备不足而错过理想往产的案例 今天我就结合着自己的终验和您分享贷款申请前一定要注意的三个关键点 做好这几点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第一点就是越早联系贷款顾问越好 很多人觉得没想好细节钱,不好意思联系贷款顾问 等到决定买房的时候才找我们 但其实我们的最大价值是在前期规划 而不是最后递交申请的那一刻 早点联系顾问,我们可以帮您提前规定很多潜在问题 让整个流程特加顺畅 举个例子,您的财务报表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您名下的贷款需要优化调整 有的时候您去某个银行才能获得最大贷款额度 但是银行要求你必须已经是它的客户 可你现在又不是 那么这种转户是需要时间操作的 还有一些客人需要会计或者律师的帮助 来搭建更适合的这么一个拥有权构架 那提前找我们就会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这些复杂准备 让我们帮您提前处理这些隐藏的坑 避免在关键时刻手忙脚乱,耽误你的购房计划 第二点就是在计划购房前 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就要启动贷款额批了 银行现在审批速度非常非常慢 尤其是快要到圣诞节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等到派费前一两周 再想想做额批基本上都是来不及的 一般来说额批有限期是三个月 如果三个月内没买到合适的房子 但财务情况没有变化 银行通常都会愿意再给您免三个月 所以这样一来您的预批总共可以有六个月 给您足够的时间去找房出价开卖 而且市场如果万一收紧 或者你的财务状况有变化 那么提前拿到预批 能让你规避很多不确定的风险 第三点就是要了解市场现状 提前调整买房预期 当您确定了贷款额度后 下一步就是了解房子情况 确保你的购房计划是符合市场现实的 比如说有些朋友现在想买全福利 但实际去看房子才发现该区域的价格 完全超出了预算 根本买不到理想的房子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需要调整购房策略 考虑其他区域或者房型了 那我也建议大家多参加拍卖 哪怕咱们暂时不出手 也可以通过观察竞标策略来积累经验 这样不仅能进行自己的紧张情绪 还能在拍卖过程当中呢 使得很多技巧提高胜算 其实有的时候 拍卖会因为你的策略得到 反而让你更顺利的拿下新的房产 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贷款申请前要注意的三大关键点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那大家在买房前 一定要做好这些细节 准备才能够更轻松的拿下理想房产 那下一期呢 我会继续跟您分享 拿到预批后有哪些小技巧 可以帮您设立完成购房 喜欢的话呢 别忘了点个赞 关注我啊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